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惊呼声音 考古人员谨慎地大开了害婚后刘鹤的关锢 关内不仅摆放着大量的黄金 还出土了一副震惊世界的画作 它的出现竟颠覆了我们从小所认知的红字形象 201年江西南昌新建区的关西村 有一个叫敦敦山的小山丘 一伙人趁着夜色灰归碎碎地在山上活动 这些人的穿着异于常人 带着各式各样的工具好像在挖掘着什么 恰巧这时候有一个村民路过这里 察觉到了山上的动静 趁着夜色没办法看清他们具体的人数 所以村民没有轻拳妄动 思索一份村民将自己的车灯点亮 一瞬间的强攻照到对面措手不及 一伙人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很快就四散而逃了 村民见到人都撤走了 提着的心放了下去 但也不敢去前面探索 只能回家去了 躺到床上辗转反侧 一直琢磨这件事 等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村民就叫上村里的几个重恨 跑到身上确认情况去了 只见现场的地上赫然呈现出了一个大洞 村里老人也经常说这山下葬着个什么 王宫贵族 结合眼前的情况 村民觉得这件事不能怠慢 当即决定到当地文物局报告 文物局听到这个消息后 非常重视 很快派人赶到现场 确认情况 到了现场 陶古林院认为这个大洞就是一个大型道洞 事态紧急 顾不得心里发愁 陶古林院阳君准备下去 查看情况 吓到一半 一阵香味蜂蜜而来 央军也认定这座木不一般 这么奇特的香味 这个木肯定不一般 接着向下探索 央军发现了一滩水和已经被锯掉的果木 下去之后 就下面全是水 就看到被盗墓贼锯断的果木 当时看到了有五层 调查过现场后 央军认为这座木主人身份 肯定不会简单 但令人担忧的是 墓葬已经被盗骨 其中文物的留存情况 还不得而知 眼下最紧要的是判断墓葬等级 然后申请对古墓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各方面信息比对 专家初步认为 发现墓葬的敦敦身 就是这个墓葬的风土堆 具有典型的西汉古墓特征 这座古墓很有可能是西汉的海昏猴木 可西汉的海昏猴不止一共 这座墓葬究竟是哪个海昏猴的呢 得到抢救性发掘的许可之后 考古队很快展开了对这座墓葬的探索 勘探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 将最开始发现的古墓命名为一号墓 以它为中心向外扩散 一共发现的大小不一 仅十座古墓 总面积达到了四万平方米 可这处刚刚被盗绝过的墓葬 还会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 这里是轰动全国的海空空床发掘现场 此时现场已经被武警给层层包围 墓中出土的文物价值几乎是中国考古界之罪 海量的黄金令人目瞪口呆 还有记载历史的竹剑 柳金的边中等各种各样精美的陪葬品 这些发现无形中提高了墓葬的档次 而此时墓葬还仅仅只发掘到外灰浪 继续往里发掘会有什么珍贵的发现 大家隐隐都有些期待 考古队清理了墓葬表面的崩涂 终于看到了一号墓的鲁山镇面目 一号墓整体呈甲子状面积约400平方米 进入墓墓 锅板上依然留存着那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盗洞 高洞大院一平方米大小分毫不差地落在主墓的正中央 大家的心都不由自主体了起来 很怕墓中的文物早已被盗绝一空 伴随着官国的锅板被打开 眼前大小不易的陪葬品让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庆幸这座古墓没有被盗绝 而清理诸国事事发现了三个漆盒 成为了考古学家们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另一条线索 打开漆盒后 专家发现了大量的金器 其中包括有187枚金顶 5枚大马蹄金 小马蹄金和磷纸金各有10枚 这些马蹄金和磷纸金的来历特不简单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几件当时解释成为祥瑞的东西 西域这边就是发现了一个汉原码 还有就是获得了一个灵 古代传说的一种祥吉祥的动物 第三件事就是派山出现了金字 汉武帝认为这三件事都是罕见的祥瑞现象 于是将这三个罕线集合起来 铸造了马蹄金和磷纸金 马蹄金和磷纸金也就相当于汉武帝时期 象征祥瑞的特质纪念地 汉武帝刘彻时常用来赏赐亲戚或者功臣 而刘鹤又是几位害婚侯中 唯一和汉武帝有直接关联的种种迹象 似乎都将牧主人的身份指向了刘鹤 然而对于牧主人身份的确定 还缺少一个决定性的证据 暂时没有更多头绪 考古队继续进行对海昏侯木的发掘 发掘过程中 他们发现牧中还存有大量的竹简和木毒 这些木毒的数量也非常可观 木中出土了近万枚木毒 如此巨量的发现 也让考古尊家振奋不已 所以对于木毒内容的翻译整理也格外激进 等到翻译结果出来之后 不光是考古界 就连历史界和文学界都意识到了 这些木毒的珍贯 原因无他 只因为这木毒上所记载的 竟然是至圣先师孔子的论语 战国时期到西汉早期 论语流传有许多版本 到了西汉末期 才有人对论语进行了统一变撰 让内容却有所删减 这些被删减的内容并不被后人知晓 如果这座牧主人身份可以确定为是刘鹤的话 那么这版论语就可以确定是修订前的版本 那么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我当时看到这幅像之后 我都激动的要命 特别是在他旁边写上了孔子两个字 指明这个人这个画像是孔子 这是汉代人眼中的孔子像 你认为孔子的形象真的如实际中记载的那样吗 在这座海昏红墓中出土的一幅孔子画像 大大颠覆了我们大家的认知 难道司马迁的史迹再骗我们不成 调查完一号墓的主果室后 唯一剩下的放置墓主人内观 却让专家一度犯难 经过仔细的研究 专家们一致决定将内观打包运回实验室开启 一方面为了保护墓葬现场 另一方面也为了保护关内的墓 而在他们运送内观回去后 却在清理墓室西侧的时候 有新的画像 一块50厘米长的漆墓板 静静地躺在地上 小心清理墓板上的云影 先献出来的画像 让大家激动不已 通过对漆墓板上内容 仔细研究解读 专家们经过的发现 这居然是孔子和颜鬼交谈的画像 虽然西汉和孔子所在的年代 也有所差距 画像的虚实暂时无从考证 但这幅画像 已经是中国目前为止 发现的最早 孔子画像了 于清于理 都是对于孔子形象 最权威的解答 然而 这幅画像 却一改我们认知里的孔子画像 画中的老者身材新瘦 穿着长袍 即使无法变人面貌 但整体身材 都是比较匀称的 这和我们一贯认知里 孔子偏胖的体型 脚本的上半身 和高高的颧骨 都是对不上号的 而后人所作的孔子画像 却是根据司马迁 在史记中 所记载的孔子形象 所参考的 那么 司马迁所记载的孔子形象 依据是什么 这些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幅孔子画像 也无疑是这座海昏和墓中 发现的最珍贵的 稳物之一 后来专家在实验室的内观 开关调查中 也发现了官员 牧主人真实 身份的证据 专家们在清理内观遗物的时候 在棺国的中间位置 发现了一枚印章 印章长2.1厘米 高1.5厘米 看样式是汉代方寸印章 清理掉周边的泥土后 只见印章上 刻着刘鹤二字 这下 这座海昏和墓主的身份 就昭然若即了 这枚汉代方寸印章 可以确定 就是刘鹤自己的私业 让一个新的学术问题 又摆在了大家面前 刘鹤只是一个 当了27天皇帝的被帝 再为27天 干了1152件坏事 如此暴虐的君主 却为何在死后 会让孔子的画像 和轮远 跟自己陪葬呢 对此 你是怎么看的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看法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